医学博士,早餐一碗热热喝,想免疫促代谢远离腰痛。 腰痛可能是血液流动不良,肌力衰弱,它里渴望帮助改善。 日本药科大学校长、医学博士丁宗帖表示,随着年纪增长,人体会容易出现血液流动不良,肌力衰弱等问题。 容易使脊椎管变得狭窄而压迫其中通过的神经,引起腰部疼痛、麻痛等症状,体重过重或肥胖的人更是这类腰痛的高危险群。 因此丁宗帖强调,预防腰痛手重维持健康体重,避免腰部负担过大,再来则是要注意改善血液流动,帮助提高身体深层体,血液循环变好,达到提升代谢,预防发胖的效果。 日本圣和整股院院院长,柔道整腹师金圣义也认为,血液循环不好,肌肉中的血液流动也会不良。 这会让脑部下达致力让肌肉难以扩张,弯曲,造成肌肉的僵硬疼痛,可动范围减少。 想要改善血液循环,除了运动强化肌肉,骨骼,极油食物也有助促进血液流动,丁宗帖推荐的食物是咖喱汤。 其中的多种香料能帮助促进血液流动,提高体温,促进新陈代谢,维持细胞运作顺畅,也可能有整肠,改善肌肤状态,提高免疫力的效果。 添加各种香辛料,苹果,洋葱,马铃薯以及胡萝卜,有助特殊香气的咖喱淋上白饭,既方便又美味,是许多家庭常备的家庭料理,美味的咖喱竟有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。 这是因为咖喱中的小茴香、小豆蔻、茴香及丁香等新香料,能刺激交感神经,活化新陈代谢。 日本管理营养士永景嘉代也认为,咖喱具备温润身体,提高血液流动,促进新陈代谢,提高免疫力等效果。 曾有食品业者针对由手脚冰冷问题的10名20至30几岁女性进行实验,发现吃咖喱能让她们手指、脚趾表面的温度显著上升,而且能持续很长的时间。 预防腰痛,促进血液流动咖喱汤这样做超简单。 丁宗铁推荐了简单的咖喱汤食谱,并且建议在早上喝一碗热乎乎的咖喱汤,提升体温效果更好。 做法,两人份。 一喜好姜鱼、肉、蔬菜等配料先用芝麻油简单拌炒,随后加入二大匙咖喱粉,以及一杯水一起煮至配料熟透就完成了。 腰痛可能是血液流动不良,肌力衰弱,咖喱渴望帮助改善。 日本药科大学校长,医学博士丁宗铁表示,随住年纪增长,人体会容易出现血液流动不良,肌力衰弱等问题。 容易使脊脊椎管变得狭窄而压迫其中通过的神经,引起腰部疼痛、麻痛等症状,体重过重或肥胖的人更是这类腰痛的高危险群。 因此丁宗铁强调,预防腰痛手重维持健康体重,避免腰部负担过大,再来则是要注意改善血液流动,帮助提高身体深层体,血液循环变好,达到提升代谢,预防发胖的效果。 日本圣和整股院院长,柔道整腹施金圣义也认为,血液循环不好,肌肉中的血液流动也会不良。 这会让脑部下达致力让肌肉难以扩张,弯曲,造成肌肉的僵硬疼痛,可动范围减少。 想要改善血液循环,除了运动强化肌肉,骨骼,极油食物也有助促进血液流动,丁宗铁推荐的食物是咖喱汤。 其中的多种香料能帮助促进血液流动,提高体温,促进新陈代谢,维持细胞运作顺畅,也可能有整肠,改善肌肤状态,提高免疫力的效果。 添加各种香辛料,苹果,洋葱,马铃薯以及胡萝卜,有助特殊香气的咖喱淋上白饭,既方便又美味,是许多家庭常备的家庭料理,美味的咖喱竟有促进血液循环的效果。 这是因为咖喱中的小茴香、小豆蔻、茴香及丁香等新香料,能刺激交感神经,活化新陈代谢。 日本管理营养士永景佳戴也认为,咖喱具备温润身体,提高血液流动,促进新陈代谢,提高免疫力等效果。 曾有食品业者针对由手脚冰冷问题的10名20-30几岁女性进行实验,发现吃咖喱能让她们手指、脚趾表面的温度显著上升,而且能持续很长的时间。 预防腰痛,促进血液流动咖喱汤这样做超简单。 丁宗铁推荐了简单的咖喱汤食谱,并且建议在早上喝一碗热乎乎的咖喱汤,提升体温效果更好。 做法,两人份。 一喜好姜鱼、肉、蔬菜等配料先用芝麻油简单拌炒,随后加入二大匙咖喱粉,以及一杯水一起煮至配料熟透就完成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